据台媒有消息称7月2日的景区将颁奖典礼 小S将和杰夫居君也一起登上红坛 对此,台视表示以官方公告为主 小S则为应称完全没听说过这件事 据了解,居君也不会出席本届京区将颁奖典礼 也不会跟小S一起走红坛 为什么会这样? 众所周知,小S是台湾找名的主持人 他主持的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非常有名 即使是同蔡康佣一起主持康熙来了节目 小S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而现在,小S已经到了44岁 他依旧在主持人的领悟努力进去 所以,不少节目经常邀请小S参加演出 这样一个结果见证了小S称为禁区将颁奖嘉宾的惠煌 而聚君也作为韩国的明星艺人 他宏集一时的酷熔组合 曾经让不少观众为知情到 即使是来到台湾的一家夜店 参加演出 聚君也的表现也非常精彩 且看聚君也带着抹镜 动作娴熟地在舞台上打蝶 相逼之下,小S却在这一方面不太擅长 正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由此导致他拉的艺人发展方向不一样 作为名气不小的居君也 他的梦想不仅仅是多猜多艺 还有把自己的猜意带到更多的舞台上面去 小S对居君也的态度非常好 他除了面带微笑 还常常在大S面前夸奖居建也 不过,关于金球奖现场走红坛仪式 小S的回复相当明确 完全没听说这件事也 可见,小S的心理期待和聚君也 并没有太多交集 只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真相 去传请大义而已 对此,不少观众认为 小S的说法非常谨慎 他比眼外之意非常明显 还应该看到的是 目前没有消息证实聚君也 走进去掌红坛仪式 而小S的消息 已经得到立马的会赢 所以观众对此事的关注 正在拭目以待 小S和聚君也在娱乐圈内斗 是知灵艺人 他俩之间的情谊 通过大S这层关系那里得到了稳固 所以小S和聚君也的亲意 注定盛其自然为好 换言之 他俩能够在相遇的时候 增进亲戚关系 不然很好 而在公众场合 以艺人身份的名义 却拉近彼此的距离 却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结果 不可否认的 是走进去掌红坛 对一个嘉宾来说 是正方名分的事 期待小S一家人 和大S一家人的关系 越来越好 小S和聚君也能够多见面 有关聚君也的另一个工作消息 是聚君也在6月29号时宣布7月1号会 在野便进行DJ演出 这是他在结婚之后第二次在台湾 举半夜店演出 看来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 虽然正赶上疫情推迟了演出 但现场还是非常的火爆 在开场之前票就抢受一空 后来网穿的视频中也能看到 聚君也很会带动气氛 场下地光中反响热烈 再半一场热度应该也不会太差 对此读这怎么看 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